今天来讲戊戌变法 其实跟我们学的不一样 话说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告诉大家戊戌变法 是以光绪皇帝康有为 梁启超三个人为中心 来进行变法第一 但这跟真实的历史 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目前大家所认知的光绪皇帝 可能会觉得他 只是个冲动的年轻人 但他知道自己 虽然在名义上是亲政 但慈禧太后可不是吃素第一 还是可以左右政局 所以想推动什么政策 基本上还是要到 颐和园寝室 所以初期的戊戌变法 慈禧太后多多少少还是参与其中 课本上把康有为梁启超 跟光绪皇帝写在一起 好像是因为他们关系密切 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 但光绪跟他们根本不熟 整个戊戌变法 他们三个人 就只有见过一次面而已 而且康哥跟梁哥 根本没有实物经验 如果你是光绪皇帝的话 你会用这样的人来推动改革吗 所以在戊戌变法里面 光绪真正倚仗的是 君基四张金 谭世彤 杨瑞 刘光帝跟林旭 至于康有为 康哥 实际上也是个冲动的年轻人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